EasyPREP 嗨 大家好 我是曹沃威醫師 首先要先感謝各位 我們在這兩個禮拜 我們有募集EasyPREP體煉包的醫師 現在今年數百位醫師的參與 那我們在去年 東南亞的朋友跟東北亞的朋友 分別就是泰國、越南跟日本 他們大量向我們購買了EasyPREP 怎麼會大量購買 而且都是緊急出貨 跟現在我們在搶那個疫苗有點像喔 我們就去回問了那邊的朋友說 你們為什麼突然這間貨要這麼大 他們說他們的牙科 現在找不到有辦法看診 又能夠說服病人來看診 然後又能夠告訴他 你的口水跟機器在噴濺的時候 能夠減少不是消除喔 又能夠減少這些飛沫 又能夠下降助理人員的負擔及排班的量 那很多醫師在問說 當初為什麼會設計這個EasyPREP 我跟跟大家講一下 EasyPREP呢 我們當時在 一開始在美國看到類似的產品 我們在做像Severage 這樣子的當天完成的治療 有些後壓區 美國大部分的Severage 當天完成的治療後壓區 跟欠壓比較少 在當時在2016年的時候 我們去看到他們用了一個 我沒看過的東西 就長這個樣子 然後呢 長得有點大 外國人嘴巴比較大吧 然後他們放進去的時候 我很激壓他的那個 可以把舌頭和臉頰都推開的難度 然後在那個時候 視野變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就在那樣子的環境 像Severage來做掃描啦 我們再做一些後製啦 再做一些綁點 那這個 這個過程我們看著單身的經驗啦 但是無奈呢 我們帶不回台灣 這個產品呢 並沒有在台灣銷售 那所以我們就只好自立自強啦 然後我們就改良了 本來在美國看到的那個 大型的樣子 改良到了 現在各位看到的 在那個體驗包裡面 會有比較小的size 因為紫亞的時候 不能上到Rolling 那紫亞 最討厭的就是 討厭一堆底子在改良 你的視野運不清楚 所以我們就會用EasyPlan 大量的輔助紫亞跟亞洲資料 我們也會建議各位用 體驗包裡面的EasyPlan 跟你的病人索引 當初我們創造它 改良它的那個概念也是一樣的 讓醫生好的視野空間 縮斷你的治療時間 讓你的病人長得過 嘴巴不用髒很久 最重要的是 很多飛沫 可以被一開始的創造的時候 就被洗進去了 這是我們當初要設計它 以及用它的行得 在保護力足夠的情況之下 病人能耐 所以我們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用EasyPlan的體驗包 如果能夠讓你的病人 覺得你有一些東西 不一樣的問題 你有一些東西 讓他們看得見 你有一些東西 讓他們覺得他們被保護 被照顧了 我們希望能夠提供這種體驗包 讓所有全台灣 不論你是合作醫師 受護醫師 還是老闆 我們一起共體實踐 拿阿瑞茨發起這個活動 就是希望我們大家 雅醫師也是同道一命 你好 我們也好 我們EasyPlan Easy用 讓我們一起守護醫護 讓我們一起度過再拖疫情 好 好 謝謝